国际排联公布了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 分战赛的举办地和分组情况 分战赛比赛时间5月14日至6月16日 总决赛时间6月20号至6月23号 举办城市处于待定状态 中国女排除了第一周远赴巴西之外 余下两周将坐镇主场澳门和香港 国际排联每一站都出了一张海报 登上澳门站海报的是主攻守李盈盈 香港站的海报选择的是大队长袁新月 代表其他各个城市的明星球员如下 日本站队长古赫沙里纳 土耳其安卡拉站队长艾达 巴西里约热内卢站队长加比 美国阿林顿站副攻守华盛顿 别的队都是队长或头号人物 美国女排华盛顿也就是名字构想吧 去年VNL美国队长是轮流坐庄 奥运会老队长拉尔森回归 估计会继续担任大队长一职 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分战赛具体时间和分组情况见图 中国女排第一周5月14至5月19日 对手为巴西、美国、塞尔维亚、加拿大、多米尼加、泰国、韩国 第二周5月28日至6月2日 对手为意大利、巴西、日本、多米尼加、荷兰、泰国、法国 第三周6月11日至6月16日 对手为土耳其、巴西、波兰、多米尼加、德国、保加利亚、泰国 2023年是取得亚军的好成绩 希望新赛季更进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